瑞典服装品牌H&M因为拒绝采购新疆棉花 遭到中国民众抵制 抵制风波之后 这家服装公司星期三首次正式回应 H&M强调 中国仍然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 将会尽一切的努力 赢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 H&M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和中国的同事合作 尽一切所能应对当前的挑战 并找到前进的道路 这家在中国已经推出30多年的服装品牌 也表明希望在中国和其他地方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买家 并透露目前正在制定前瞻性战略 并积极致力于材料采购方面的下一步行动 不论如何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新疆 也没有任何道歉的字眼 根据资料显示 H&M大约6%的收入来自中国 公司近10%的门店在中国 在抵制风波之前 中国已经成为H&M的第三大市场 以后再来自中国的转型中 而成为一个颜色的转型中 直转中 我们的顶部的转型的转型